今天都要跟冷汗的溫度計還有什麼設施的方式 今天就有關係 熱狀很高 簡單說一下 來那個 喔 後面都寫了 不要再講話 我們上到溫度計 簡單來複習一下 冰塊結冰的時候 滑是幾度 滑是32度 OK 32度 32度 好 那 設施幾度 0度 我們班上都會兩個 對 我嗎 我嗎 有嗎 現在我跑了 現在我跑了 不行 好 設施是0度 好 那 水沸騰的時候 設施幾度 100 100度 你如果上禮拜沒有聽清楚 這禮拜跟他聽清楚 一樣 與了胡天生 花施幾度 132 再夾一遍 132 可以 122 多少度 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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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色式跟黃色的差異性 好 所以這邊總共幾格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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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幾格 100格 100格 這什麼意思呢 他就幫這邊畫成180個刻畫 每一個刻畫都一度嘛 所以我這邊可能 你很囂張喔 你還好嗎 好 那這邊呢 他刻成100格 這邊刻成180格 所以這邊呢 每10格 對 對應到這邊會對應幾格 8 幾格 8 幾格 18 18格 是不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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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問題 是 欸 現在有時候再跟我上課啊 你先來回答一下 是 柔軟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有人說回答你才就上課 那你呢 你會回答我 蛤 你為什麼不回答我 對 你這樣知道嗎 嗯 我知道 都清楚 我不知道 先脫 哪裏不知道 我自己啊 180格 多一成180格 10格 多一百 18格 這樣什麼問題 沒有 有 趙宗什麼問題 有 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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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我放到這裡 把你放到這裡喔 你不會要做自己的事情 你如果前面都很熟的話 我不知道 你現在這邊 守不得運氣要玩牆 也很重要 那這部分 很多人都不清楚 我過去上過了 很多人上第一次上完 還是不清楚 請你把耳朵跟眼睛放在這裡 100格 對應到180格 10格 是不是對應是8格 是不是這樣子 對應是8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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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問你一個問題喔 假設攝氏 攝氏 攝氏 等於多少度F 怎麼辦 77度 77度 你有轉換公式嗎 日圓算過了嗎 日圓算過了嗎 算過25度嗎 沒有 這麼巧 我不知道 那我們就算個不同的度 算31度 今天天氣31度 請願是滑自己幾度 等一下我有點拿不出我的計算機 拿不出計算機 不要拿計算機 你先告訴我怎麼算掉 31×1.8 31×1.8 然後呢 加二計算機 不是這樣子喔 加三次二 加三次二 為什麼 因為這個其實點是三次二度啊 哦 你算出它比例關係之後 這邊多少格算出來之後 你還要加上三次二度就知道了 這樣懂意思嗎 那懂不懂意思 懂不懂 好 所以假如說 看55度F乘以幾度系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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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除以1.8 不是先除以1.8 55度假如在這裡 先減32 55度 你是要先減32 才知道這邊有幾格 對不對 除以8 55減32 要不要 再乘這樣就好 我除上多少 除到1.8 除上1.8 對 這樣清楚嗎 因為它比例關係是1.8倍 好 不清楚就用想一下 我這邊有幾格 假設這邊有18格 可以對到這邊幾格 我這邊就對到10格 那假設這邊19格要對幾格 是不是 乘以 乘以18分之10就可以了 因為每18格對10格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乘以18分之10 就可以對應到這邊總共幾格了 最後這樣方才算 好啦 這是溫度的轉換 好 那 我們上次討論過 溫度加熱的溫度 我可以一直加熱 可以一直減 可以一直減嗎 這不可以 溫度有沒有極限 有 溫度下降的極限 極限是幾度 212 212 21 278 278 你啦 273 273 度C 所以我們把第一層 這叫做0K 絕對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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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OK 然後我們再想一下 每次我去洗衣曬太陽 好走走走 現在OK 曬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喔 海邊沙灘跟海水同時擦太陽 可是你踩在沙灘會覺得好燙 可是進到海水為什麼不會燙 因為海水下面停 沙子下面不是冰的嗎 可是我又沒有碰到沙子下面 你也沒有碰到沙子下面 有啊 海水 你這樣可能碰到上面那層而已 你碰到對下面嗎 海水就是上面 我過頭踩在上面 OK 停 那再問一個問題 有一塊木頭 有一塊木頭 跟車子一起曬太陽 曬一段時間之後 你覺得木頭比較燙還是鐵 還是車子比較燙 車子比較燙 為什麼 我看你曬太陽單嗎 筆熱 為什麼 都已經胖到五八桿 然後一八桿 我不知道哪個地方 筆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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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筆熱誰說的 剛剛誰說筆熱 筆熱說的 筆熱說的 筆熱那解釋一下什麼叫筆熱 筆熱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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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現物體熱它就膨脹 所以膨脹跟熱也有關係 那我們也不考慮膨脹的關係 因為膨脹比較小 不要難以觀察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明明的是 越熱 溫度越高 我們可以用溫度 因此讓溫度計的表現 就是一種膨脹表現 所以我們用溫度計 來直接告訴你說現在是多少熱 所以我們一開始 人類感覺熱是一種相對值 我說相對值是說 你手去碰到一個溫水 去碰個冰的你覺得很 這個冰水是冰的 然後你如果冰水泡久了 你去泡更冰的水 你會覺得那是冰的 可是你如果是熱水泡一泡去泡溫水 你覺得這溫水是冰的 對不對 所以說那是一種相對值 一種感覺 可是我們透過溫度計 這個變成一種量化的 已經被我們用量化了 對不對 那接下來用這個量化的結果 來觀察能量的轉移 我譬如說我把一鍋水 放在一個火上面燒 火上面燒 好 燒一燒 我是把熱能從火轉移到水裡面去 是不是這樣 我把熱轉移到水裡面去 我第一個發現是什麼 水變熱啊 水變熱啊 水變燙啊 對不對 所以說溫度上升了 所以呢 科學家就認為說 後面那趴的是誰 科學家發現後面趴的是計程 計程先生 請你把你的頭套拿下來 等一下 我需要再強調一遍嗎 早上時間沒有睡覺時間 我需要再強調一遍嗎 計程 不用 計程你需要嗎 那請你轉頭看著我 試著去理解我再講 這東西是很基礎的 在我們這個階段 國二的這個階段所學的東西 是隨時進來學都可以 你不要問我 我沒有基礎 我以前沒有學過 不是的 這是任何時間進來學之後 可以學會的 你除了你高中 都已經學會了 OK 你要做別的事情 但也是睡覺的 清楚嗎 你計程清楚嗎 那請你把頭抬起來 不要趴著你 不要趴著你 之前 前一陣子有同學會 因為我學會了 所以他上課 就把他答一做 做別的事情 那因為剛剛他學過 而事實上我剛才證明 我剛才求證過 我答他提供起來做 事實上你證明他會做 沒有錯 他是會的 但是我不希望這樣 我是希望 所以剛剛新上學員跟我講說 你幹嘛利用我們上課時間錄影 因為我幫這些同學做準備 如果說你已經這邊學會了 你應該有機會去學更快 往前學 那你要怎麼往前學 我錄影帶拍好 我就上課到網路上去 就是幫你做準備 幫誰準備 第一個你想學快一點的同學 第二個是你上課沒有聽懂我同學 你要回去做複習 你可不可以再看一遍 但是我 因為我自己看那個 我上門影片中的瀏覽次數 非常非常少 也就是大部分我們同學都沒有在用這一塊 不用冒充次數 不用冒充次數 你真的需要這樣做 沒有關係 但是看錄影帶的同學會困擾是 因為看來拜託 科學家說 記者為什麼睡覺 就會看到這一段 這一段就流到網路上去 流到這一部分再重新 對 他這一段就只要趕快轉跳過 對會有點花時間 但是拜託 不要上課睡覺 沒有錯 沒有錯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我們就發現了 他就要發現 我能量轉移過去 我都會上升 所以他就做一個最簡單的定義 他必須定義能量很多 因為他要去轉換很高便 是不是 是不是 他去轉換 轉換什麼 他用水 因為我們大家都最容易獲得的是水 他拿水來加熱 水一克被加熱 或者溫度上升 一度 一度 一度什麼 一度C 一度C是攝氏 一度C是攝氏 一度C是攝氏的 好像科學家用攝氏 這是定義的時候 他們是攝氏的態度還是定義的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科學發展是這樣 世界各國都在發展科學 那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學到這麼久了 好像都沒有中國的科學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都明白很多 其實 你知道嗎 這是跟歷史發展有關係 有空你們跟歷史老師討論一下 因為 中國 就是西方的科技崛起的時候 大量崛起的時候 大概是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 那中國採取策略是比較封閉的 他不跟外面接觸 並不是中國沒有科技 你知道中國科技也很發達 中國在早期 就往往變破而已 蛤 就往往變破之類的 不是不是 你知道嗎 早期能夠做出大船 能夠讓船航行全世界 甚至中國 環球耶 我們正常可以做這樣的船 比如說他可以真正 環球影更多 是啊 那是後面的事情 環球影跟那是很關係 這是假的 真的做得很了不起 我們做出炮的時候 不是變化 是做出炮的時候 國外還在玩火而已 對啊 我們做出火藥的時候 我們國外還沒有在 台灣是對面中國 台灣才是對面中國 台灣才是對面中國 那因為說我們 你一定要去切一顆 你一定要去切一顆 我現在不討論這個 這個什麼 臺 這個台灣獨立不獨立這個問題 這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 這一本溯源應該用中 就是國字嘛 你寫的是國字不是嗎 國字不是中文嗎 對不對 那你一定要說 這中文不是來自於大陸 那他請問中文來自哪裡 對不對 沒有這些 這那邊是第一 好 但是 但是這個科技啊 在事業各國科技發達的時候 他後來會慢慢 因為他們交流了很頻繁的時候 英國這邊 事實上早期英國是科技發達比較快的 英國 美國這邊是比較快的 那這支發達的比較快的困難是誰 哪邊 發達的 什麼東西發達 四肢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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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把四肢發達 不是要把四肢發達 好那個 所以定義設施的這個 這個區域呢 他們可能就往能量發達 所以他們定義的 所謂一克 上升一度C的能量 叫做一卡 好 這樣清楚嗎 所以 溫度上升一度C所需要的能量 就是被定義出來 這卡不來了 卡就這樣定義出來 卡被定義的意思就是說 這東西在別的國家可能不同的定義 在別的地方不同的定義 但是在這個地方我們定義成一卡 那後來這東西因為有人定義了嘛 那大部分的科技是到 你先做了 我去用你的就好 我去用什麼再做了 這樣比較簡單 所以不要說 今天有人發明了一個叫做 一牛頓就是 每公斤的物體被產生的 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 它所需要的定義就是一牛頓 也不像是定義的就是這裡 對不對 不需要 我們就直接用牛頓就好 不需要再定義的 因為它還要換轉 蛤 還是這樣 對 如果你要定義的這種單位 都要換轉 有沒有 每一個屁股都躲不過 對 所以 所以 也要感謝他 好 就是那裡卡 那我們後來發現呢 我們後來發現呢 有些物體 它上升一度吸 不需要一卡 譬如說 譬如說 鐵 鐵 溫度 一克的鐵 上升一度吸 上升一度吸 它大概能量只需要 能量大概只需要 我這假設因為我沒有查表 假設它只需要0.5卡 為什麼呢 為什麼它要離上升 因為 我覺得比較容易 因為它就是比較容易 這沒有什麼特點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為什麼 這邊 當然你要解決它為什麼 你要從它原子結構啊 什麼它的特性物質 去研究它 但最簡單的來講 它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每個物質每個物質 有不同的個性 鐵就是很容易被加熱 就這樣子 你想這是鐵的特性 鐵的特性就是這樣 它特別容易被加熱 所以呢 我們做一個事情 叫做抵熱 抵熱 就是你把所需要的溫度 所需要的能量 所需要的能量 跟水 所需要的能量 去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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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之後呢 你會發現 鐵的抵熱是什麼 是0.5比上水是1嘛 所以它就是0.5 這就叫抵熱 OK 這叫抵熱 鐵的抵熱多少 鐵的抵熱多少 鐵的抵熱是0.5 0.5的意思 0.5的意思 1.2 那上面的抵熱需要的熱量 就是0.5 這樣問題 好 而且很特別的是 目前所製造的物質的比熱 大概99%都小了一 好可憐 這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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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就變胖 這怎麼變 容易就變胖 誰很容易變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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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說的啊 大部分都小異異的 那跟變胖什麼關係 又重人說啊 有沒有道理 你就直接講變胖 可惜 可是他這樣講什麼道理 有啊有啊有啊 夠夠夠夠 來 太快了 太快了 沒有沒有 我們不要把壓心 這真的好有道理 好 有有沒有別的感覺 水的比熱幾乎是最高的 這什麼意思 水的肺點比較高沒有 水的肺點最低 水的肺點沒有最低 不然肺點就是 酒 酒精的肺點很低啊 水的肺點很低啊 點水的肺點 你肺點是不是負的幾度 負的幾度啊 負幾十度吧 負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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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re肺爆肺 欸不是我說錯了 那這種點 我說錯了 剛剛是指下氣問題 那潰度的話 水的肺點還蠻高的 水的肺點蠻高 我怕換你十幾度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說錯了那種點 那那個像沸騰很低的還有什麼 像空氣的沸騰就什麼樣 空氣啊 空氣的沸騰就很低 空氣的沸騰就是-100多度啊 -700度啊 沒有那幾百度 -100多度或-200度 看什麼空氣 所以現在其實已經是沸騰的樣子 空氣是沸騰的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氣體啊 不是嗎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因為它變氣體啊 那空氣固態是什麼 就是固態就硬硬的啊 當什麼樣子 你有看過肝咪嗎 那就是在壓嗎 肝咪一直在壓碰到的固態啊 我要看氧氣 氧氣目前我沒看過 我也沒看過 OK好 所以大部分的物質的比熱都是小1 表示所以說 所以大部分的物質都比水容易加熱 假設我現在放了木頭 鐵 水 石頭 我一起曬太陽 誰最低溫 我知道啊 什麼 鐵水石頭 鐵水石頭 木頭 水的物質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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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衝平 接下來你會感覺到 不如會覺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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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石頭 再來石頭 再來鐵 大家這樣排列是這樣 所以這是我們的經驗法則,大概感覺是這樣 但是你做實驗上就是這樣做 你就把一個石頭拿去加熱,這邊水拿去加熱 從這邊觀察,水上升幾度C 假設他是10克的水上升10度C 像我這邊都要卡的那樣子 什麼度C可以煮嗎? 15卡 10克的水上升10度C 10卡 1卡 蛤? 10克的水上升10度C 10克的水上升10度C 幹嘛啊? 哦 多少 100啊 你看 10克的卡 10克的水,這邊是1克 這一克的水上升10度C需要多少卡? 這一克的水上升10度C需要幾卡? 15卡 需要10卡對不對 這一克的水上升10度C需要幾卡? 10卡 10卡 這邊需要10卡 這邊需要10卡 總共10個需要10卡的 不是100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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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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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同樣的 我這邊有個木頭 假設這木頭同樣是10克 它會不會是多少? 它會不會是5 5 4 它會不會是5 比水、溫度高 同時間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大一石 有可能但是他是大一石度C 正確做完就是大一石度C 是不是這樣子 是 所以這是一個比熱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問個問題 假設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標準的 標準的 酒精燈 這應該會倒的 標準的 標準 你的標準都毫不太一樣 我有一個標準的酒精燈 他可以燃燒固定的火源 所以他可以傳出來的熱是固定的 好 我現在放水 各位 不要吹毛球師好不好 然後那個同學拜託不要在眼睛閉下 我聽得到 我現在放水 停停停停 我現在放水100克 蛤 我燃燒五分鐘 他可以主持人 標給我時間 我發現了溫度從 25 25C 上升到 28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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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睡 他不能趴著 他不能趴著 他不要趴著 他不要趴著 拜託你們真的很煩耶 你沒有睡覺的時候你看著我 你不要看別人嗎 真的喔 你喜歡你 我媽媽認識上升你會看到他嗎 不會 我三分鐘都吃了 我已經很認真在表演了 拜託請你看著我 不要看別人OK 我 他需要目光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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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酒精燈 蛤 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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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招 八度吸 什麼叫做放出來的 因為九級燈放的熱量給了水嘛 所以你是想知道 九級燈放多少熱量可以看水上升 100GZ 水得到多少熱量 一GZ上升一度需要一卡 對對對 所以就是要100一卡 上升一度要100一卡 對 只要800一卡 800一卡 所以要除以5 OK 這樣講有大問題 6 8 有問題 我不用急著計算結果 因為其實在我課堂上 因為我們有時候沒時間計算結果 你只要告訴我怎麼算就好 你只要告訴我怎麼算 我就知道你會不會 而且你只要告訴我 你如果只是告訴我結果 我還不知道你會不會 你又不小心碰 再去蒙上來 我說你只告訴我結果 不小心就蒙上了 蒙上了不見得你會啊 所以你最好只告訴我怎麼算 你怎麼去想這件事情 像剛回這樣就很好的示範 你把這過程告訴我 我就這樣你會不會 所以上升的8度C 它是100克的水 所以我們是知道說 它是100克的 這麼多熱量 放出來了 水是得到這麼多熱量 這什麼問題 這有沒有問題 沒有 然後呢 因為它花了5分鐘 所以我去除以5 我就知道 這個酒精燈每分鐘可以放多少卡 什麼叫做M比 哪裡 這MIN是MIN 兩個人不會說M比的 M比N MIN OK 開啪 繼續哦 這問題繼續哦 這問題繼續哦 同樣這個酒精燈 我現在裡面放的不是水的 我現在放的裡面不是水 我現在給它放一塊鐵 你可以這樣子給我嗎 我這邊放一塊鐵 這鐵的質量是500克 我們不考慮溫度善失 不考慮能量不見 譬如你熱量都沒有擋起來 這燃燒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很多的能量跑掉 對不對 我們都不考慮這些 都不考慮這些 也不考慮溫度才會有問題 因為你熱量燃燒 這邊的溫度會比這邊的溫度高 因為它不會那麼快存上去 對不對 但是冬團的問題是最佳最大狀況 同樣的這個火 這樣燃燒比它很亮 假設我知道這個鐵的筆勒 冬團的溫度一樣嗎 沒有 我沒幫你講 假設我知道這個鐵的筆勒是0.6 假設我知道這個鐵的筆勒是0.6 然後呢 我希望它上升 10度C 我需要加熱多長時間 會不會感到會有點習慣 會不會感到會有點習慣 呃 所以說 我需要 五百 五百 五百的話 六十五星 需要 五百千一點點 沒有 五百千一點點 有一點小 想一下 想一下 我現在 我現在知道它的質量 五百千一點點 對 對 等一下 我讓它上升 我需要它上升的溫度 我也知道它比熱 我這個已經知道 我需要多少熱 對啊 可不可以 OK 好 那我需要多少熱 怎麼算 500 五百乘以0.6 激成 看我這裡 看黑板 我怎麼算 五百乘以0.6 五百乘以0.6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問題 所以我上升的 100度 10度C 假設這個水的話 它是需要五千卡 可是因為它是鐵 它需要0.6倍而已 所以它需要這麼多能量 我的九丁燈 每分都可以放出多少熱量 每分都可以放出 這麼大的 1.3 我們不用去 不要急著馬上完 也不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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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隨便啊 這樣 不用急著馬上完 不過只要一個 大概吃到一個結果就好 500 五百乘以0.6 所以每一顆 一句是需要0.6 所以我是不是 拿這個去除 除以 除以剛剛那個結果就好了 是不是 除以 五分之 一百乘以八 不然乘以八 是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 為什麼 目前不好 不是啊 你這個結果 1.6 假設我這邊是k 我每分都可以放出k的能量 我是把我需要的能量 去除以k的照 需要幾分照 啊 不是 不是 不能人家要不一樣 什麼不能人家要不一樣 什麼 什麼 算了 不是他現在只是看酒精針的輸出能量 對啊 我說酒精針輸出能量 我剛剛講的是固定的 我 我剛剛就用這個假設 記者 我是耳包 分不去 欸 同學 你們如果聽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呆 你會不喜歡睡著 一定是你聽不懂 你聽不懂的時候 一定要舉手說哪裡聽不懂 可是我沒發呆啊 我沒有說你啊 可是我沒聽懂啊 那你沒聽懂 我剛剛 對啊 沒聽懂那你問我們就在解釋啊 我現在是跟其他同學 就是 不小心睡著了 我不小心 不小心那你發呆的同學 一定只有這個困擾 對不對照照 我已經沒能量了 你有沒有聽懂 有 有 因為你都沒有回應我實在 你的官 你的表情我不要來觀察 大家有聽懂有沒有 對 對 你聽懂 回應我 回摩一下 我知道有些東西 不要有積極回應的 或是有在做 寫筆記或做動作 都比較清楚 你到底有沒有在心裡 寫筆記是誰 但是如果說你都完全沒有回應我的 我會比較難以觀察說 到底你現在裝得怎麼樣 好 如果你們一定要把它算出來 就把它算出來 好 八百除以五的多少 十分一百六 十分一百六 正義是什麼 這個 酒精燈 它每分鐘放出一百六十卡的熱量 嗯 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我現在算出來 這塊鐵 假設我需要達這個條件的話 它需要這麼多能量 所以就把它除以一百六十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一百六十 那這樣就 月一月就好了 對不對 好 好啦 你們會約要 好 你們會約好 我不會 沒有啦 其實有時候 我 我先 在 國中這個階段 有時候我們的數字 就會是給你數字 因為你可能對數字有感覺 你知道在高中的時候 基本上我都不用數字了 我全部用是 全部用代號 我全部用代號 我全部用代號 就是說 時間七秒 質量m 就是知道怎麼算就好 對 對 對 我只要你知道怎麼算 我只要你高給我算法就好 所以那結果也會是一些大家的組合 而不是數字 因為你用數字的結果是 這個結果假設算不算是 33好了 你隨便給我數33 我不知道你怎麼來的 可能你不喜歡一直弄上 就猜對 對 但是你過程是錯的 我也沒辦法知道對不對 所以我比較在乎的是過程 所以你們 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你給我你最好的計算的過程 而不是一個答案 我不要那個答案 有搞清楚嗎 好 那 這是比熱的問題 比熱其實還有一個 有時候我們會討論一個 比較複雜的狀況 比如說 假設 我把兩個東西混在一起 就會分比加熱會變成 什麼 分比加熱會變成 分比加熱會變成 我沒有試過這樣 加過很熱 但是分比應該是 它可以滿太熱 它可以加溫暖很高 好了 我現在一杯水 100克的水 好多喔 確保 100克的水 80度C 太熱的喝不下去 所以我就加了一點冷水 50克的冷水 這個是20度C 好 兩杯加在一起之後 會等你 我不會 我會酸 為什麼都不會滿出來 蛤 你的杯子就這麼小 你這樣倒進去 它不會滿出來 你好囉嗦 這不是我現在考慮的問題 但是 那個70度C 70度C 70度C 為什麼 真的假的才對 為什麼 你看 你現在剛才有70度C之後 第一個 我沒有酸 我是講對的來講 我不知道 我要你給我計算過程 我要你給我答案講 對 你講錯了 怎麼辦 講錯了再講就很糗 來 到時候 請你給我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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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今天可以 我們現在有感覺吧 它不管到幾度C 這個溫度會高為80 會不會低於20 不會吧 一定藉著這樣子之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學過代數沒有 這邊有沒有誰 這邊有學過代數 代數 代數 這是什麼 先解釋一下 代數就是X 學過沒有 那些什麼 一元一式 類似的 我們這邊有一元一式 對 其實這樣 你知道嗎 相較之下 物理的數學簡單比多 物理的數學 物理的數學 比你們現在上的數學 大概有一個level 所以你現在可以交到 可能交二元一式方程式 或交到 交到一元二式方程式 可是數學在這邊可能 還會用到 比較一個level 就比較早一點點 找一本書 就是 找一本書 就是你能交到二上 我們現在用一下的數學 對 找一本書 大概不要找一本書 所以基本上 你知道那邊 假設你有博弈的數學 基本上就ok了 代數 這是用一元一式方程式 學過嗎 嗯 學過嗎 所以我們不知道 你假設X 可不可以 而且假設平衡之後 是X 度C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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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想一下 X度C 我聽到了 謝謝 我尊重你的意見 沒有 我尊重你的意見 80至於20 不要急 不要急 我們來想一下 X度C X應該介於20跟80間 對不對 第一個我們先知道這個範圍 對啊 有沒有問題 來那個楊先生 有沒有問題 沒有 確定好 為什麼X不能小於20 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 不可以小於20 幾層 為什麼不可以高於85 他不是 他不是加更於20 ok 這一個很好笑 就是這樣 比較大 這什麼意思 沒有辦法 不要提早下個 不要提早下個 ok ok x度C 假設這樣 那我們來想看 這一杯的能量 是不是會降低 因為他跟冷水碰在一起 能量就流到熱水 冷水去了 嗯 他流了多少能量 嗯 20度C 不是 10度C 不是 幾度C的問題 因為他流了很多能量 讓他變成X度C 他是溫度下降降到X度C 對不對 好了 那我先問你 他溫度下降70 下降到70 下降到70 然後降到10度C 他跑多少能量 假設啦 假設不換他 弄那麼難去 他有10度C的能量跑掉了 他跑多少能量 他跑了 他跑1000卡 因為他100克嘛 所以跑了1000卡 卡是能量 他跑的能量全部給冷水嘛 是不是 假如他跑了1000卡 請問這邊上升幾度C 這邊是50克對不對 哦 50克對不對 他是不是 他上升20度C 會跑到40度C 對不對 好 所以還沒有平衡嘛 因為這邊是C10 這邊是40 所以能量會繼續在流 我能量又流了5度C 回到65度C了 我要降了5度C 我降了5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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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克 我降了5度C 我要降了5度C 我降了5度C 500卡 500卡又給50克 他要上升的幾度C 你只知道我知道怎麼算 有上升的10度C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上升到50度C 你只不會一次減10喔 小氣耶 這樣能量你知道嗎 知道啦 這樣算你怎麼算到剛剛好呢 我知道 你很難算到剛剛好 大的減小的除以二 好啦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大沒有這麼笨 我們想辦法 想一個簡單的方法 這樣算到什麼時候 算到牛年馬月 有人這樣說吧 好 我們假設 他將到X度C 可以吧 夠厲害吧 好吧 因為X度C就平衡問題 所以這時候他上升多少 他上升X度C 沒有 當兩邊都是X度C的時候 兩邊就平衡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對 所以他上升幾度C X度C 沒人告訴我 他下降幾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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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 你不知道啊 我如果高了70 你就高了10度C 我現在高了X 你會高了幾度C Y度C 80-X嘛 那就是我歪啊 歪個頭 我不要歪了啊 我不要歪 你已經可以知道結果 我幹嘛要歪 我就 80-20 不是 不是 你在閃電子 我現在所做的東西跟你講的不一樣 對 他是不是 80-X 是不是 對啊 他這樣上升幾度C X怎麼樣 20加X 20加X 怎麼樣 你剛剛的X怎麼樣 這樣把你嚇到了嗎 20加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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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呼 你的犯罪證據都拍下來了 什麼 你的犯罪證據都拍下來了 招到別人了 20加X 除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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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是啊 你要想像一下嘛 X除以二 停 假裝公園這次50度C 我問你他上升幾度C 裝升三 X 30怎麼來的 30 50從熱量來的 30怎麼計算的 30就20加10 20 不對 那個 轉過是要拿比較多 所以80是減二 但是 20加 沒有 你先不要管這邊 我現在問你上升幾度C 而已啊 這上升10度C 耶 我現在說他的溫度上升到50度C 30幾度C 30 30怎麼來的 20加30 30怎麼來 30是20加30 30 X X 啊 他上升了幾度C 對 他上升了幾度C 對 30 怎麼來的 30怎麼算的 30就50減20 50減20嘛 對不對 所以當我告訴你說 這邊不是上升到50度C 上升到X度C 你這邊會改成什麼 就是 X減20 對嘛 X減20嘛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不是我講過啦 你剛剛什麼都講過 剛剛都講過啦 剛剛都講過啦 你有講過嗎 我 我好像講 我沒有加20 我沒有加20 對 下20啊 沒有人講過這個啊 講過怎麼沒有 我主理 我跟你講我有攝影喔 沒有人看攝影 錄影帶喔 我們可以打到一個 麥當勞 那你可以把他標招下去 雖然現在下月中小 但是先不要再對 我把你講完再下月 聽清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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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喔 快想我耶 我這邊上升了這麼多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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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失去的能量 是不是等這邊得到能量才對 對啊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看 右手 左手邊的這邊 他失去多少能量 來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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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X 渡西 塵上100 渡西 塵上100 對不對 要不要塵上100 秀奕的臉很認真 所以是對的 呀 你很像我說 我一常塵上100 因為它有100顆 一角 一局就有一卡 再來100 對 這樣清楚嗎 清楚嗎 我都講錯了你都聽不懂 我剛剛沒聽清楚他講什麼 他說因為每一克 每一克的水 下降一度去 他算是一卡的熱量 他現在一百克的水 可是他下降了這麼多的溫度 各位下降這麼多的熱量 是一把去乘上趴 這樣什麼問題 他都頭抬起來 你不要再趴著了 你聽得懂了你就頭抬起來 你趴著聽 趴著你沒有在聽 你現在跟我點頭 你在騙我而已 好 頭抬起來 我不要講假了 一百克 你聽什麼 嘿 同學 不要霸凌 也有霸凌 一百克的 一百克 上升了這麼多溫度 他就會一百克 乘上這些溫度的卡 他上升了這麼多熱量 好 同樣的 雨童 這是你回答我 我這是五十度C 我上升了幾度 我上升了這麼多度的溫度 我得到多少熱量 我得到多少熱量 嘿 嘿 頭抬起來 如果你沒有辦法回答我就不要睡著 我需要補充熱量 再講一遍 我自己需要補充熱量 那站起來 聽到什麼 呃啊 聽到一下 如果你沒有辦法回答我的問題沒有資格睡著 好不好 照顧沒辦法問 我幫我去講 要多少度 還有10.5度 我做熱量 他得到多少 每一度都需要 1G的熱量 所以是X.2C 這又50 蛤 你後面做什麼 X.2C乘以1的熱量 它是50克 50克在這裡 而且你剛才說的有點問題是 每一克 每 每上升1度C 需要1克的熱量 這是不對的說法 不是1克 不是1克 熱量怎麼能渴 是每1克需要 每1克的水上升1度C 需要1卡的熱量 對不對 所以 這裡每1G需要X-20 如果沒有聽懂 沒有資格睡著 記承 誒 原理就是我請問你 你可以先講什麼聲 誒 不對 那就50克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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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1G 需要X-20的能量 然後他又5G 所以你需要X-20有50克 OK X-20 現在也50 有50克了 好 哪裡 沒事 我只是充了 然後呢 因為他失去的熱量 會等於他得到的熱量 混在一起了嘛 所以應該兩個相同就好 哦 相同你才會解除X-20 可以解除X-20 好 請解X-20 解除了X-20之後 X-20又代表了 解過了 好不好 那個 下個現在幾分了 幾分 我的抽票是不是5分 好 我們